在上禮拜日本的厚生劳动省 公布最新日本的工资数据 5月份日本的实质工资 就是领完薪水 扣掉了物价干扰之后 是年增率年减 减少了1.8% 5月份的薪资 相对于去年5月分析支 能买的东西是减少了1.8% 连续第二个月 出现负增长的发展 而且降幅远远赶上 不要说赶上 快超过了新冠疫情的变化 而在日元贬值的过程中 包括了 这是to see to bid的日本企业 目前的价格压力 也是非常惊人 所以日元的贬值跟日元的失控 日本货币的超发 已经直接影响到日本消费者 到厂商的购买力 已经影响到了 我们再回来观察 为什么 我们要从几个方向来做观察 第一个 我们从人口的结构 因为按照日本目前的人口结构 很明显 它已经出现一个非常劣质化的发展 从日本国税厅去年10月份 所发布的民间收入 时代统计调查 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是 433.1万日元 连续三年下滑 这还没有加记日元贬值的速度 所以日元是如此 光是明目上的日元工资就在下滑 而且是连续三年下滑 假如你把日本人的日元工资 换算成美元收入的话 日本人的收入下滑的速度更快 2000年日本的平均工资是世界第三高 可是我们看到在最新的时候 日本的全球工资排名已经落在20名之外 日本包括欧元区几个工业国家 已经从发达国家慢慢的降级 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很妙 它是降级 再降就是边缘国家或欠发达国家 或带发达国家 日本已经从整个发达国家 开始往向作价位 当然第一个解读的是人口结构的恶化 人口结构的恶化直接导致日本在劳动 在生产力的不足 这是第一点劳动因素 第二我们观察 在上礼拜同样日本的调研公司 东京三公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的加速 来到3,060加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52% 这是连续两年破产加速减少之后 在今年同步回升 可是特别要观察 因为这一次的破产来自于大型化 破产加速增加不多 可是破产的负债金额却暴增 也代表这次日本的破产 不是中小企业问题 而是往中大型企业来进行恶化的发展 日元的贬值直接打击到 不是国民消费收入的衰退 而是日本中大型企业经商的困难 经营的困难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分别看产业来做关注 第一个是初级原料的行业 破产加速最多 另外包括了房地产跟不动产的案件 这个产业基本上也是破产加速 第二个 第三个是属于物流产业 基本上破产加速也是大幅增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日本的产业 初级产业 一级产业跟二级产业正在出现弱化的发展 第二个是破产的加速虽然没有暴增 可是破产的平均每家的规模正在变大 所以这一年的破产潮 日本的破产潮 它的恶化程度要特别当心 我们就要回来关注 因为2021年 这个是OECD所做的一个研发 这就是我们提到 日本即将从发达国家 开始往新兴工业化国家来降维 来降级日本之于全世界 就之于恒大之于港股 被降级 剃出成分股 这个概念你懂吗 这不是我讲的 我们从OECD所做的报告 这边讲的很棒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劳动力 我们这提到的是资本存量 从生产性的资本存量做观察 日本包括软体跟硬体的增速 是非常非常缓慢 从2000年到2020年年增率 大概只有9% 就是你不投资 这不是钱 生产性的资本存量 就是钱 货币资本转变成产业资本 货币转变成商品 商品变成产业 就所谓的产业资本 什么意思 就是原来的钱 变成了机械设备 变成了研发投入 变成软体的开发 这叫生产性资本存量 什么叫生产性资本存量 就不是货币单位 而是变成了一个工厂 变成了一个无城市 变成了一个高屋 变成了一个铁道 叫生产性资本存量 2020年到2000年到2020年 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慢 年终于9% 相对于美国 相对于英国 相对于我们以为很会玩 很会花钱的法国 相对于德国 都是非常非常的弱势 也就是日本在发达国家 在大型的工业化国家的资历当中 他们的长期资本的投资 跟投入是严重的不足 这反映在设备上面 反映在研发上面 这日本已经维持了 有20年时间 而且这个情况 正在恶化加剧 这日本资本 所以日本的人口不利 日本的资本也不利 我们就注意到 生产要素就是资本 土地 人口 劳动力三个 土地不可能增加 日本不可能增加土地 土地是零 人口在衰退 生产性资本 资本的存量增速在放缓 日本整体的经济 就在全面的一个放缓 我们观察 从1960年到70年代 从70年到80年代 其实看到 日本的产业升级 在上个世纪冷战时期 其实爬升速度很快 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它开始出现了降速 而这个降速的转折 会如何影响到日本的发展 我们这边小编使用了一个 英国的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 佩蒂 佩蒂先用名 他所著的一本著作当中 就提出发展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他特别用这个文章 后来在1940年代 被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所引述 他计算了20个国家的产业部门的 演变跟演进 透过劳动生产率 透过生产的商品 跟服务的价值创造 提出了三级产业的分类论 就是我们先讲的一级产业 二级产业 三级产业 一级产业就是农业 矿业 二级产业就是工业 制造业 三级产业就是服务业 会计师就是三级产业论 所以这个叫做佩蒂克拉克理论 按照佩蒂克拉克理论 他的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跟生产率的增长 人民收入 越高的国家 会让整个产业的一个结构 从第一级到第二级到第三级 这个因跟果 谁是因谁是果不知道 因可能收入变高 所以产生这个果 有可能是因为整个产业 第三产业发达跟第二产业发达 导致国民所得变高 所以因果是一个高度正相关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很糟糕的局面 就是我们提到 为什么欧元会狂扁 为什么日元会扁成无可控制地步 因为你从美德利差或美日利差 单从从金融的利差关系 或换汇关系当中 已经不能解释 欧元会跌破 一对美元评价 更不能解释 日本从财长到行长的无能为力 这个贬值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本流动 或套利关系 或是去杠杆的问题 也不是政府的财政赤字 或企业赤字 或家庭的开销等等问题 而是长期生产力的转变 已经让日本包括德国 我们印象中的公益大国 它已经出现非常重要的停滞 跟发展的变化